大家好,我叫海林,我是法国人,我1971年在诺曼里出生的,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国的,然后青少年的时候我就来巴黎了。 我在首都读了初中,搞二的时候,我到北京去二万一学院,边读中文,边准备法国的高考。 我在北京待了两年多,我是天安门六四结束七月份到达,那时候北京气氛很悲伤,军法结束后,我就回法国来了。 我在法国过离东方院文化学院读本课,中文系的,我同时也读了一个新闻学校。 从九十年代到二零零零年初,我经常去中国、云南上和新疆旅游和报道,出版了不少文章和照片。 本课毕业后,我在军事清宝区复兵役做翻译,后来复兵役完了以后,我就继续边在中国旅游,边写文章。 2004年,有了个几回去山东卫房当发育老师,从那时候我没有回法国区了。 我2005年在军情认识了我的太太,我们2008年秋天结婚的,一年后,有了个小女儿叫杨瑞,她现在八岁了。 我们在中国待了十三年,在广州待了十年,一直当老师。 我去年回法国来了,继续住在巴黎。 我现在在十九区美丽城,那里有很多华人。 每天早上起来了后,我就渡六祖滩金,然后和我的女儿吃早餐,就送她到水晓去。 我正在读演,不容易,我准备花两年读书,然后已经要回中国生活。 我的太太留在广州了,一年两次来看我们,我们很像她。 我还有一个特点,我吃素,已经有好几年了。 关于我是谁,我首先是个身体,一个心,和一个灵魂。 我就是宇宙的一个成分。